大家好,今天上班的三分鐘論述 跟各位講博物館這個事情 其實像鐵道園區等等 這個也算是博物館的一個類型 那其實在博物館的發展中 其實有很多已經到了一個 一個生態博物館的一個方式跟形態 就是說它不單單是以前的 我們一些東西拿來當展示品 然後放給那個相關民眾來看 而是它可能是一個鄉鎮 一個鄉鎮一些東西要傳遞給一個 民眾一個觀念這樣子 那像是在動物園也是算是博物館的一個類型 博物館像是它廣義上有包括動物園、美術館 像我們故宮文物的、科學的等等都是 那至於我們的台鐵的鐵道園區的話 我們又去看啦 不過我大致上想說應該一樣是老的一個觀念 就是拿出展示品讓各位來看而已這樣子 但是真正的博物館的觀念是說 到最後去啟發人們的寧思說 我由這個物品、由這個故事、由這個發展、歷史 來讓我們思考說 一些我們人生該怎麼去做 你該持有什麼樣的態度在面對這樣的環境 這才是在博物館 所以如果說你只想要一些古物啊 一些老東西把它擺到那個園區等等 那我相信是沒有意義的啦 讓各位來思考一下 好到這邊 拜拜